玉礼镇客家生活馆即日起到8月31号举办了《易游花冬谁才展》 是由四位艺术家分别是洪彩儿、张金莲、李敏霞和陈倩慧所带来的创作 他们总共展出50件优美颜色鲜艳的作品 在8月5号举行了开幕查会 玉礼镇的客家生活馆即日起到8月31号办理《易游花冬谁才展》 都是来自洪彩儿、张金莲、李敏霞、陈倩慧四位艺术家举手 并且在江美惠老师的指导之下 展出了50件优美颜色鲜艳的作品 而8月5号办理了开幕查会 今天的《易游花冬谁才展》 我想这遇上画的都是我们有四位老师的画作 彭老师、张老师、李老师跟陈老师 我想这个鲜明而且又写实的画作 呈现给我们真的是一番不一样的景 那我想美好的景 有时候就是稍纵一室 那借给他们的话 以下能够把这么美好的景 能够留下来供大家欣赏 我想真正的是个美好的 展览者绘画创作理念 都是来自于生活在美丽的花东地区 有山清水秀 美如仙境的景致 用心捕捉生活中所见的所感 对生活文化的深厚情感 利用绘画表现出来 期盼观者能够透过画作 感受到所传达出来的意义 非常的感谢长官 各位来宾大家好 还没有讲之前 我会简单的帮这四位介绍出来 然后等一下也请他们来 发给一些他们小小的心得 那我这里还是要介绍一下 因为我有看到我们台东的艺术家 陈立贵老师 四位创作者将情感挥洒在画纸上 在色彩光影等笔触运转之下 赋予情感丰富心灵 享受创作的乐趣 让生活更加亮丽 记者高双双预阵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